这些橡树是制作软木塞的主要原料 在葡萄牙 每天都会用它们生产4000万个软木塞 今天我们来到世界最大的软木塞森林 看看葡萄牙是如何生产软木塞的 这些软木橡树自2019年以来 就受到了葡萄牙的严格保护 所有的采集都必须严格按照要求来实行 这些树要有15年以上的树林才可以采集 并且同一棵树每9年才能采集一次 才能让树皮重新生长出来 采集的时候 工人会用斧子一砍一绝 将树皮拨出 整个过程不能伤害到树干 才能让树皮重新生长出来 因此这不仅是利器活还是技术活 在政府合理规划下 树皮才能循环使用 收集好的树皮会被工人统一放到车上 运送往处理厂 在工厂内部四处爆了蒸汽 树皮会放入滚烫的热水进行消毒 煮费的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大型的机器会将树木压热到平面 并固定成型 这个辛苦的木工满头热汗 正在对树皮的切面进行切割 检查横截面是否坏损 再切割成无数个长方形条块 这是木塞的制作区域 它们右脚压彩按钮 手上搭配切割孔的移动 十分熟稳 无数的木塞就那么均匀地切割出来 倒入一旁的箩筐 用完一条剩下的废料 扔到传送带 这些废料将会被破碎 重塑成地板材料 或者碎木料木塞 用于低端的葡萄酒 一个人就能生产出5000个软木塞 这条检测的流水线 很多的女工 会将大部分的不合格塞子 丢弃到箩筐 还有不同的品质区别 剩余最优良的 会继续顺着生产线 抵达终点